如果你现在你所造作的 你所遇到的都是恶缘 那么你的善因被障碍了 那你的恶因就会被这个恶的缘引发了 那个恶的果报就显起 这个道理是真理 佛家常讲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那为什么因果不空呢 因果也是万法之一 也没有离开万法了 万法包括因果 因变成果了 因就空了 果变成因了 果也空了 像我们种植物那种桃 那个桃核是因 它长成桃树了 桃核没有了 它因就空了 那个桃树再结成桃的时候 那结成果了 那果的时候又变成因 所以说因果不空 它三个性质不空 因果转变不空 因变成果 果变成因 因果相续不空 它总是接着的 它当中不会特接的 它转变在因果相续不空 它转变在因果相续不空 善因决定得善苦 我因决定得我的苦 这是真理 这是天然的法则 这个不是人为的 所以佛讲这个世间法是因果报应 佛讲的初世间法也是因果报应 这个初世间用我们现在话去说 不同维持空间 它也是因果报应 总而言之 一切都离不开因果报应 因此佛教给我们 众善因得善苦 人不能造我业 人不能跟任何人结怨仇 这是佛教我们第一个 苦目 你跟人结怨仇 得来的是什么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那我们遇到这些云情债主 是怎么办呢 忍让 忍让当中 我们决定不没有一个晨晦的念头 别人欺负我 我欢喜接受 别人打我 我让他打 别人骂我 我不回应 我总是以感恩的心 对待别人 总是以爱心对人 以真诚心对人 对方 早晚 他会感动 他会觉得 你是个好人 你可以跟我做个好朋友 为什么 他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 到最后 他认为我们是他最可靠的人 人要用诚心去感化人 不能用冤恨心对付人 那个麻烦大了 那不是解决问题 那是制造问题 alamualaikum